小蝌蚪找妈妈 风车图书出版 青蛙妈妈在池塘里生下了很多的圆卵 不久,这些圆卵变成了大脑袋长尾巴的蝌蚪 哇,我的尾巴长出来了 有一天,小蝌蚪看见小鸭子 跟着鸭妈妈在池塘滑水 这时候,小蝌蚪就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小蝌蚪问鸭妈妈说 鸭妈妈,你知道我的妈妈是长什么样子吗? 鸭妈妈回答说 哦,你们的妈妈大眼睛还有大嘴巴 哦,好的,鸭妈妈,谢谢你 于是,小蝌蚪就去找妈妈了 一条大鱼游过来 小蝌蚪追上去大喊 哎,妈妈妈妈,我在这里 大鱼说 啊,我不是你妈妈,我不是 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哦 哦,好好的 小蝌蚪好失望 接着,有一只乌龟游过来 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 就追上去喊 妈妈妈妈 大乌龟却笑着说 哦,不是我 有白色肚皮的 才是你们的妈妈 哦,谢谢 这时候,有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 小蝌蚪看见它的白肚皮 就追上去喊 妈妈,你一定是我的妈妈 大白鹅说 啊,抱歉,你们认错了 我是小鹅的妈妈 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 唱起歌来 呱呱呱呱的哦 小蝌蚪游到池塘边 看见一只青蛙 坐在圆盒叶上 它们赶快游过去问 请问一下 你有看见我们的妈妈吗 青蛙笑着说 呵呵,小孩子呀 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小蝌蚪问 但是我们的样子 跟你长得不一样耶 青蛙妈妈笑着说 宝贝们,你们还小呢 不久以后 你们四条腿长齐了 脱掉黑衣服 就跟妈妈长一样了 小蝌蚪们听了 高兴地叫着 耶,我们找到妈妈了 道理篇 小蝌蚪们为了找妈妈 弃而不舍 摆折不回的精神 值得人们学习 现在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好听的儿歌 小蝌蚪找妈妈 小蝌蚪找妈妈 找到了青蛙 摇摇尾巴 青蛙不是我妈妈 妈妈她怎会没有尾巴 要蝌蚪找妈妈 找到了鱼儿她叫妈妈 鱼儿要摇她的尾巴 孩子呀,我不是你的妈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你在哪在哪 妈妈,妈妈 我一定要找到你呀 奶奶 这么苦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